台媒直播旺小杯床垫被处理全过程 还有记者试讨 之后床垫被工作人员用刀划开 最后由回收车拉走 酒店经理表示这是大型垃圾 不能回收使用 处理花费1.5万 会给厂商做后续处理 最新的床垫是属于大型垃圾 饭店没有办法使用 对那也没有办法烧毁 所以我们有请专业的回收厂商 来针对床垫部分做回收做烧毁